每一次上课都会把那个 就是上一次的上课重点再稍微回顾一下 那如果你假设我讲到的地方你不太熟悉 那表示你回去要多复习 记得一定要实做 再怎么样啊 你回去至少你要找得到云端 然后环境一定要有 像那个我们的这个Spider的环境 你自己电脑上一定要有一个 另外的话呢 程式在哪边你要装得到 至少你要复制贴上 你也总要找到复制的地方吧 OK哦 然后呢 至少你要贴到对的位置之后呢 能够把程式弄出来 包含哪一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 比较重要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有把那个 每次上课的影片 会放在我们的这个论坛 所以你可以在云端里面 可以找到有一个连结 就是教学论坛 然后就跟你讲说 这个之后的相关这个影片 而且课程的影片会放在这个论坛里 那如果你有需要在复习的话 你可以自行加入 那这个连结点击进来 当然如果你已经被有加进来的话 那理论上你应该可以看到上次的连结 这边有个连结 你点击它 就会类似有这样的 所以 当然如果你 理论上如果你有加进来 你的email也会收到这一封信件 会直接丢到你的email 那当然你就可以直接点选底下的完整教学连结 那就会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上课的内容 那基本上呢 我大概把它分成六个段落了 第一段就是我们 我先做个问卷调查一下 大家的程度 理论上好像 你看计算一下 反正95%以上都是有一点程度的 好像只有5%的同学 是完全没有任何上过拍升 或者成诗加班课程 所以比例上其实应该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是那5% 5%其实应该就大概一个人两个人吧 OK 因为我们有20个同学做问卷 OK 所以理论上大概就一个同学 是完全没接触过的 但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的话 我有讲过 你可以自己在从我的云端 或者说你如果要看之前的上课 我也另外有连结 但你要告诉你这是谁 是不是上课班的同学 因为我论坛基本上是没有对外面做开放的 OK 那另外的话呢 上礼拜相关的懒人包 所以你回去的话 假设 当然不管说你之前有用过其他的环境 或学过其他的Python的开发的方式 那我们上课我们是用Spider 所以我讲过了 你就要下载那个懒人包 然后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要把那个Spider那个程式打开 然后能够转起来 这个回去一定要做 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你一定会跟不上 因为你没练习嘛 那你越后面的部分你会越感觉 哇那会距离感越遥远 你会越来越跟不上 所以如果你跟上了 反正你会觉得你好像还蛮简单的 其实程式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困难 那之所以会困难 我会觉得说 哇那坊间书几三 通通都给你了 全 你暂时不需要知道它也全部都丢给你 所以后后一本书 你把它从头看完 你看完了但是你根本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一本书最重要是你要找到你要的部分 那你要看懂 基本将来你要怎么用 因为它其实是有点像一个使用说明书 它其实不是叫你从头看到尾 要叫你从头看到尾 其实也不好看嘛 里面其实也不像小说嘛 OK你没有没头没尾的说真的 OK最重要是弄出来啦 OK所以有时候 反而书里面的东西 我最喜欢它里面的sample 给我sample就好 其他不用 为什么因为我是会弄嘛 而且作者他提供的答案 我有时候也不喜欢 我可以自己改嘛 因为每个人思考逻辑不一样 那写出来的答案也完全不一样 OK所以一件事情的解决方法 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所以哦 你要解决像 比如说你要抓网路资料哦 不是只有用request 这个模组 的get的方法可以做到 还有其他更多的方法 那只是说哪一个比较简单啦 OK 而且比较不需要再做很多其他的处理 比如说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模组啦 只是说其他的模组哦 可能复杂度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我们全能之下request这个模组 是目前看到应该是最简便的 那你去的有没有其他有啦 OK那你们也可以再去try 没关系啦 反正这我是觉得哦 城市最难的地方就太火了 所以有的时候啦 当然我们不可能都上课 每个都全部都讲 全部都讲你们可能哇 也没办法完全吸收 所以我就举一个最简单 我觉得你先你先可以先记这个哦 那其他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找坊间书籍去看 因为你会发现哦 书店里面电脑书现在最多的就是python 有没有哇一个大柜子 全部都放python 那表示说现在python应该是最热门 就跟那个十几年前Java一样 十几年前Java哇整个全部都Java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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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你说架上看到几本Java 对哦算起来可能还找 有些还找不到Java Java怎么跑不见了 所以你说再过个五年十年 python会不会可以流行呢 当然也会啦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那你说那是不是永远学不完 其实坦白讲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python跟Java其实很多类地方是类似的 概念上也大同小异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不需要宣告 也是知道形态 反正你放文字还是文字 你放数字还是数字 另外第二个不一样就大瓜糊件 像以前写CC加加Java 都要大瓜糊一道 对不对 但是Python不需要大瓜糊 可是你不需要大瓜糊 可是我怎么知道头在哪里 尾在哪 这个时候很重要一点 你要缩牌 按键键 因为如果你没有缩牌 他就不知道头在哪里 尾巴在哪里 他就改成用缩牌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层次都有缩牌 那个缩牌是不能省略的 有些同学把那个缩牌给省掉 结果 希望老师真是跟你一模一样 为什么跑就一直弄出出现问题 一看你没缩牌 当然一定不对 OK 另外如果你出错 他会给你一个讯息 你要看懂他给你一个错误讯息 你看懂马上知道错在哪里了 有没有 你一弄出现错误 有没有 那你要记得为什么出错 那当然在英文 可是其实我是觉得那些英文也不是那么不好了解 主要还是需要时间跟他相处 因为像城市语言 我是觉得就跟你学习其他国家语言差不多 其他国家语言 你如果不常讲 你一定会忘很快 但什么时候最熟 就当你在那个国家的时候 每天都听 有些人去美国 打开电视 全部都英文的 没有那个中文 你没有中文的朋友 所以你一直听一听 我跟你讲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你会发现 你感觉整个英文程度大大提升 人家讲者马上都知道 跟你在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回来之后都没有那个环境 很快你又忘了很多 所以其实学城市语言也是一样 你就是什么 常常忘就对了 什么忘 反正云端上有很多东西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普败物就是这些 然后我们去抓那个CSV的档案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其中的话 还有取到那个Pandas这个模组 里面 怎么输出成e-sale 那这个问题还蛮重要 因为Pandas这个模组 这个套件 其实相当重要 因为它不只是e-sale 它CSV也可以 甚至是Jackson 还有HTML 它其实都可以帮得上忙 甚至它可以做枢纽分析 甚至它可以画图 OK 那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这部分 那上个礼拜有稍微提到在第七 第七个单元里面有相关的资料 那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就继续往前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 那个什么 云浪白板0601这个单元 那里面的话 我是讲到那个 台中市政 台中的住宅窃道的那个资料吧 所以这边我有把那个资料抓下来 然后显示出来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换一个题目好了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下载那个什么呢 这个外汇资料 这个奇交所的外汇资料 历史资料 这边底下有个网址 那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找一下那个云浪白板 上面的 有没有 这个我们云浪云浪白板的0601 0601里面打开之后的第几页 你往那个右边有个卷轴 卷轴那边有第六页 第六页这边就有个奇交所的那个 外汇的历史 那底下有个网址你们点开来 那这个资料呢就是 也是政府开放资料了 那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提供一个叫CSV档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你就点远CSV它会下载 可是问题很麻烦 你每次下载 然后再用一次又开启 然后再做统计分析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用什么 用Python把它下载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假设 因为我最近想要买美元 那我想知道最近买美元 到底好不好 到底是不是已经到高点了 你要买一些 外币的时候 至少你要知道历史 那这个资料里面 当然它提供的 好像不是很多年的 好像只有最近的 好像最近三十几天的资料吧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 把它第一个下载下来 然后底下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下载完之后呢 我只要取 因为它给的栏数很多了 有没有发现 它美元对新台币 人民币对新台币 欧元对美元 美元对日币一堆的 可是我不要 我只要一个栏位就好了 那我怎么样取得一个栏位 第一件事我只要一个栏位 第二的话 取得之后的话呢 我后面是希望怎么样 可以帮我画个图 画一个折线图 所以 这边第二个 今天我们就会讲到 如何利用Python 绘图 那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程式就有三行 引用Magic Quilet 有一个套件的一个模组 模组的一个方法 所以套件模组方法 它有一接一接的 也就是一个套件里面有很多模组 然后一个模组里面有很多的方法 就一个一个一个的 OK 那我们利用这三行就可以把折线图给画出来 不过呢 这三行 这边注意 其中有一行是需要提供资料给它 什么资料 就是你的X轴 X轴是什么 时间嘛 如果折线图一般是 横轴是放时间 哪一天 几月几号 它的汇率是多少 所以重轴呢 就是放汇率 所以我如果今天想要画一个这样的图形 那我该怎么做 所以今天有两个虚 至少两个虚 第一个是把资料抓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产生X轴跟Y轴的两个资料 这两个资料通常会是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串列就是中瓜糊 OK 那放到那个串列之后的话 再丢给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套件的一个方法 那它帮我就把折线图给汇制出来 大概是这样 所以那当然呢 你想说 如果我不只是对美元有兴趣 我想要对人民币啊日币 因为现在日币也是非常低的 日币会不会再跌呢 还是日币会再涨呢 对不对 这都是你关心的 当然我们只是取一个 比较范围没那么大 当然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套用在其他 比如说你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相关大量的资料 一样你就把这个资料来源换一下 那也可以汇制出你要的结果 你可以做一些分析 然后底下的话呢 就是要该怎么做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一步 请各位就是先开启那个0601 所以第一个 你要找到那个我们资料连结 我是放在汇率的地方是 在这里 OK 第六页的地方 这个连结稍微自己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是下载资料 OK 第二个的话是只要取其中的两栏 因为你会发现它提供的栏数非常多 有没有 日期一直到这 算好像是11栏吧 OK 然后我只要两栏 那我只要两栏 那我只要两栏该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取得需要的资料 就是X轴跟Y轴 那需要两个串列 OK 然后呢 再利用Mate Prilab 这个套件帮我绘图 甚至最后呢 你还可以把资料存档成 这个 存档成CSV或Excel档 那我们可以引用Pandas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一个拼图 这个拼出来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就各自就完成了 那类似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环境先准备好 然后大概先知道一下我到底要做什么 OK 然后再一步一步完成 反正以后做事情大概就这样了 因为我当然基本上 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也都是这样 反正每个步骤 每个步骤 通通就可以了 那将来如果你会这些方法 你就会活用 那步骤是可以弹性的 稍微做个改变 那当然就可以有别的结果出现 OK 试一下 对 谢谢观看